好啦 這樣吧 老刘 我就让人把清单 从下面拿过来 我亲自看 直接审核 你还行吗 那可以 好了 谢谢你 好 好 行 就这样啊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是 有情况吗 别人干净下 期待一些证明 你去休息 我来 去休息 行了 行了 别吃方便面了啊 这几天也没吃个正经饭 去 出去吃一顿饭去 不用了 馆长 方便面挺好 快去吧 快去快回 这不合适啊 有什么不合适的 快去 万一有情况 这不由我呢吗 行 那我速账数据 别忘了啊 给小徐带点吃的 是 来 老长 估计 就是今天晚上了 准备行动吧 这杆不错啊 那当然 用完你拿走 别了吧 这杆挺贵的 不贵 算了 有规定啊 那就别拿了 以后还是管我借吧 张总 消息发了 这老连长什么时候哄的 出差呢 你说一个堂堂的海关副官长 成天地抓走自贩 其他的事儿 其他的事他不管了 这不是由我管着呢吗 这个案子太大了 老官是总署亲典的人马 不过你放心了 像战友聚会这么大的活动 开始前一分钟他准到 打赌 行啊 你输了你请 你赢了他请 对了 这约怎么办 要不晚上 我给你跟嫂子 做个三趟营 对了 他说到这儿来和我们会合的 怎么现在还没到 就是原理我们发录资 我们刚好连学员都没招的 我男人被抓了多怪你们 叔叔市长 这事你别管 我来处理 人我交到派出所去了 偷常理东西什么行为啊 偷东西就是犯法 犯了法就要承担法律责任 我有什么错呀 这弄到最后 他们还有理了 还来这么一手 郁永昌 你有多长时间 没发工人工资了 多久没发工资了 谁说我没发工资啊 我每个月都发工资 实话实说 只不过我执行的是 国家最低标准 多长时间了 四个月 其他的福利待遇呢 没有 工人们的医疗费报销问题呢 那个我都给他们攒着呢 到时候一块儿报 你还好意思说 你配当这个集团的老总吗 我真没办法 我一点办法没有 我没有钱呢 一分钱我都得算出汗来花 穷肠 你不想想 工资执行的最低标准 没有任何福利待遇 医疗费也不给报销 这工人能好好干活吗 能不出来闹事吗 我得保证生产呢 我那个钱全买了原材料来 行了 行了 你不要给我找借口 你听好了啊 第一 安抚助 闹事家属的情绪 不要让事态扩大了 第二 立刻补发拖欠工人的工资 有多少先发多少 要是不够 干部的先停发 先发工人的 你的那份 先停的 我知道 困难工人的医疗费报销问题 你们赶紧拿出一个解决方案 506案涉及的是 美沙矿木走私 是海关总署挂号的天字号大案 这回大家联合办案 忙活了一个多月 一定要从这女的身上 把所有的证据 全部给挖出来 小蒋 你带领海上集资艇 迅速进入鲨鱼湾潜伏 走私货轮 会在离那大概三海里的地方 更换船号 把内贸手续换成外贸手续 接到命令以后 你带领快艇迅速拦机 登船以后 你们要掌握三个重要证据 第一 货物 第二 假内贸实外贸的手续 第三 更换的船号 老官 海上伏机一旦打响 你带人迅速控制好城汇 各位都是 从各个关区抽调上来的精英 有的还担任着领导职务 废话我不说 两点 第一 保密 第二 安全 好了 大家按照部署的分头准备吧 谢谢 老官 老师 你看 应该就是那堆文件 财务账单 货运清单 传物记录 看来咱们没有白辛苦 确实有一些钱的 那我们要吃饭呢 就是啊 我们正在想 我们这个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现在的位置是东方集团办公楼门前 这里已经关了很多职工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来问一下这个职工 我已经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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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儿 大家的心承我理解 他们竟然来谈事 谈心承不就完了吗 你不能心承我 请公主 安静 安静 我叫姝兰 是主管工业的副市长 我来这儿呢 就是给大家解决问题的 市长 我男人是冤枉的呀 孩子没钱交学费 常理要不发工资 我男人被逼才当贼的呀 市长 你这是干什么 你干什么 我拍我自己不行了 你还不如拍我呢你 我要拍我自己 你让他拍 你拍呀 你拍完了 谁去派出所管你男人 晚上谁回家给孩子做饭 我真不知道 你这是在制造麻烦 还是在解决麻烦 我男人冤枉 我是来向大家道歉的 我来晚了 我来 就是给大家解决困难的 第一 一会儿我马上就去派出所 亲自和他们协商 尽可能地减轻对那几个工人的处罚 第二 也是大家最关心的 拖欠的工资 会尽快发到大家手里 什么时候 请问书市长 具体什么时候 可以把工资发放到工人手里 这个问题 请居厂长回答 明 明天中午十二点之前吧 好不好 好 好 老管 海上集资艇已经全面报抄 咱们准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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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沙 你来看看 请看我这点不对啊 床里要拉上我 不会有问题啊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吧 哥 哥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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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小组注意 各小组注意 情况是否正常 情况是否正常 没有正常 第一组中呢 谁都正常 老沙 行动吧 各组准备 行动 走 第一组跟着我 第二组跟老关 上 二组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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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雅 上车 刚才那条新闻要是播出了 一定有轰动效应 你打算什么时候曝光啊 卢牙 我劝你还是别播了 留着当资料吧 叔市长什么时候开始抓媒体工作了 我可是以个人的名义劝你别播这种新闻 东方集团面临的困境已经不是秘密了 国有集团 敏感 不要再人为地制造麻烦 我今天是来采访剧厂长的 困扰这事儿纯属就是巧合 采访他 影响江汉经济的风云人物 我觉得他不配 你们还是换人吧 以东方集团的地位 和居永昌的职务 我觉得合情合理 小卢啊 有些事情你不明白 怎么样啊 我刚才跟你说的事情 让主编做决定吧 你的态度呢 我要的是你的态度 我听你的 好 小副 在那个话坛边停一下 晚上有事吗 跟我走吧 吃个饭 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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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女的太贼了 化妆成保洁员 从员工通道跑了 收队吧 收队吧 回去休息 白忙活了 难道 她知道我们在监视她 她要是早知道的话 今天就不会出货了呀 她是刚刚知道的 她是刚刚知道的 老管 有那鬼 是 这环境还不错吧 不错 来了 二位早就到了 今天是不是要尝尝怀兵的手艺啊 不是 是你家老公余调得好 我也就是加点葱姜小料 可以忽略不尽 哪儿啊 她从来把我就是忽略不尽 行了 淮冰 我给你介绍一位新朋友 江汉电视台的资深记者 社会众论的主持人 海归美女 你好 这位就是我经常跟你说的 我知道 这位是高地集团总裁张淮冰 也是您二位的战友对不对 怎么样 这就叫素质 我们张总 这两年就忙事业 至今还是一个人 可是咱们江汉是著名的钻石王老五 行了 副市长到时候 得抽出空来 放心吧 到时候省长找我 我都不会去的 听见 我怎么听说 老关还在外面晃荡着呢 到时候他要是不出现 战友们可跟你没完啊 你放心 到时候他一定到 你不是说电话都打不通吗 电话打不通没关系啊 到时候他一定回来 张总 听说您为了这次战友聚会 是包酒店打广告聘请礼仪公司 还专程让人到南方采购十令海鲜 您真是大手笔啊 我就说了嘛 随便搞搞算了 而且张总不同意啊 非要花那么多钱 拦都拦不住 不贵 如此豪华的战友聚会 算个什么路数呢 没什么路数 就是服务好点 这菜可口点 老朋友聚在一块舒畅点 仅此而已 您这样一知千惊的 肯定不像有些爆发户为了炫耀 是实力的象征对吧 不是 说实话 这炫耀也无妨 我们这代人 当年吃了那么多苦 现在想点福也当得起 当然 我就是想起 我在英国实习 做一次采访活动 那是二战老兵的一个聚会 他们其实都特别有钱 但是呢 他们的仪式却非常简单 一人一朵白花 在海边 遥望诺曼底 然后每人捐出五千英镑 来资助英国 反对战争协会 我不知道您对这样的事情 有什么看法呢 挺好 有境界 可惜我们是俗人 他们带白花 我们吃鲍鱼 吃一份还倒一份 行啦 你们要讨论人类精神的问题 单约 咱们就不能吃一顿 安定团结的和谐饭呢 来 请 对对对对 准处请吧 准处请吧 不好意思 台里查稿 我得先走了 吃了饭再走吧 是啊 怎么也得吃完饭走啊 不了不了啊 下次好吧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我看行 自以为是就是一屁孩 来 府院上菜 来 坐 老管 你找什么 找这里去 证据呀 这眼看着马上就要到手了 突然让他跑了 哎呀 这案子办得窝囊 在咱们行动前 臣会跑啊 这事有点蹊跷 关键是有人通风报信 会是谁呢 对 外人是不会知道 我们行动的时间的 所以 这个人一定就在我们的身边 我同意 陈辉既然跑了 抓捕组自主带着没有意义 明天我就回北京 我把整个的案件 重新再梳理一遍 好 关上 魏观察好 怎么样 轮到接单了 报告官长 我昨天已经结束了码头的轮岗 从这周一开始 再报官大厅接单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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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松点啊 你爸他回来了吗 报官长 还没有 完了 我输了 输了 那你爸手机呢 打通了没有啊 一直关机啊 去吧 关川啊 你告诉魏晴让他回家吃饭 我们好几天没看见他了 是 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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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您的安排 我们处把对入住保税物流中心企业的出审意见 放您桌上了 好 谢谢 嗯 喂 大館长啊 听见 你叫上韩胜 到我这儿来一趟 他回来了 好 我这儿去叫他 哎 被告知了 你了 你也有什么就是 这儿去做 分了一个多月都发霉了 不是 上来透透风 我赢了 什么赢了 我跟怀冰打赌了 说今天晚上这个活动 你会不会回来 我这不回来了吗 就是啊 我就说了 别的事就算了 战友聚会这个事 你肯定回来 总署那个案子怎么样了 别提了 丢人丢到家了 晚上几点 这事先别管了 官长叫咱们去呢 走 那就谢谢了 再见 好 好 好 请留步 再见 再见 好 再见 再见 来吧 坐 总署呢催我去上任了 官长这个位子 我坐不了几天了 怎么样 你们有什么想法 我没什么想法 服从组织决定啊 情况呢无非是两种 一种呢 就总署从外边调一个人来 当官长 你们俩呢还是副官长 你放心 副官长 如果新调来官长 我们会积极配合他的工作 是啊 官长 你培养我和汉生这么多年 应该了解我们俩了 不管谁来当这个官长 我们都会认真工作 全力配合 另一种情况 那就是在你们俩人当中 选一个当官长 我给你们透个底吧 总署也征求过我 对你们俩的看法 我表态 你们俩各具优势 我很难取胜 谁上呢都合适 谁不上都正常 看着 要是廷监上呢 廷监上 那我就给廷监做好助手的工作 那廷监 要是 官长啊 就别要事了 我认为应该让汉生上 你看啊 论能力 论经验 论威望 汉生都比我合适 真心话 那当然是真心话啊 你汉生是我的老战友 老大哥 老连长 在江汉官 我们俩也配合二十多年了 要给他打下手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平坚太谦虚了 我没他说得那么好 行了 行了 怎么说呢 你们俩啊 都是我一手带起来 手心手背都是肉 我呢是衷心 希望你们俩 在事业上 都能够一帆风顺 而你们俩呢 就像刚才说的 又是多年的好朋友 好战友 是吧 我只希望一条 不论发生什么事情 别忘了这份情谊 我明白 汉生 你呢 我还是觉得 听监比我合适 对不起 我接个电话 喂 好 好 关长 是方处长 他可能有了事 好 关长 你不用 为我们两个人担心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也不至于 用二十多年的感情 去交换 您说呢 那也 什么事儿 那个电子产品走算 您还记得吗 记得 咱们的线人被踢出来 但是他掌握一条 很重要的线索 今天晚上八点 他们要走货 全员待命 晚上八点行动 是 好 好 楼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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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坏双 爸 那谁啊 魏晴 那是他的车吗 他开着 跑到海关这儿来 招摇来了 我没让他开车来 晚上早点回去 陪你奶奶啊 爸 再见 再见 老魏啊 你也不管管你女儿啊 我哪儿管得了他呀 他不是你儿子女朋友吗 让你儿子管他呀 他开了谁的车 华冰的 他不是在他那个什么 慈善基金会里边 在这儿做事吗 我会儿开开呀 跑到海关这儿来招摇 合适吗 行了 老关 别是不是都上纲上线的啊 大小姐 世界末日啊 你真的爱我吗 你又怎么了 我们结婚吧 清清 我们还年轻 而且 我想干集私 你知不知道 集私禁很危险啊 你听我说 你还说什么呀 你对我负点责任好不好 你对我负点责任好不好 我一回来你就知道了 我一回来你就知道了 要干什么 下棋啊 我今天没时间 比下棋重要一万倍的事 走 是你这儿 什么事 神神秘秘 鬼鬼祟祟的 有人贿赂未停歼 你自己看吧 按说嘛 你们之间那个关系 我不应该说这些话啊 但是我 我不是挑事的人哪 你 你看喝什么酒 你看 拉肺 你 你上网一查去 这儿这酒多少钱一瓶 就这些 老橘啊 我告诉你 这种酒啊 张怀兵一周要喝掉几瓶 还不算他接待外人的 这个位置我也坐过 做过不止一次 老橘啊 你当过兵吗 我当过啊 当过什么兵 民兵吗 你看 你不相信 过去我们军工企业 全是民兵 我还是连长 民兵连长 对啊 我 张怀兵 还有卫副馆长 我们是战友 战友情 你应该能理解吧 这我能理解 我 我也没有 诚心破坏你们 战友之间关系的意思 只不过就是 我们东方集团 现在是 太需要 保税物流中心的 经营权了 我怕有人跟 卫副馆长走得太近了 倒是做点手脚 我们就傻了吗 老魏这个人我了解 老橘啊 你因为工厂想 这个心情我是能够理解的 但是做什么事情 不要神神秘秘 鬼鬼祟祟了 有什么事 都要摆到桌面上来 我们要坦诚地说 你明白我说话的意思吗 这件事 不要再有第二次 否则的话 我不跟你下枪棋了 你说话就急着 真 嗯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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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不见啊 这孩子在家 心里也不是个事啊 这是我朋友开的一个店 让他过来试试 你好 老魏 好 你可输了啊 汉生回来了 一会儿就到 真的 我愿意 我输得高兴 走 喂 安叔啊 那好 我马上过来 嗯 又要走 药兵啊 你先盯会儿 我得回关里去 有急事 那我先走啊 你不能让我一个人 招呼那么多人啊 你们俩太不像话了吧 把手机都关掉 没有 我还没过来 你现在我们家里的 你先走了 他います 这是一个批试空的 快 把手机都关掉了 原来你 你自己都关掉了 你又闻了 好 今天晚上去不了了 要不要给怀兵打个招呼啊 谁说不去 等抓完了人 马上就过去 起立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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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注意 各组保持静默 注意观察 删是 各组注意 各组注意 目标出现 目标出现 注意隐蔽 等候行动命令 你怎么来了 对了 你今天来是作为书兰的朋友 还是作为记者 如果是记者呢 如果是记者 我还真得跟你说 这儿十二点以前是私人空间 不接待任何外人 张总既然包了酒店打了广告 就是想让人知道吧 我到这儿来采访 为什么又不乐意呢 我们压根儿不想让外人知道 登广告包酒店 那是因为我们有钱啊 我们喜欢讲牌照 不过要是作为书兰的朋友 我倒是很荣幸接待你 那好 我就是个朋友 时间应该到了 时间应该到了 干什么 哥几个 去那边准备一下啊 快点 老大 准备好了吗 都准备好了 就等着接获了 你是跟谁来的 五哥 小五呢 他在对面船上 等着接获了 你怎么来了 你们那个张总 怎么那么矫情啊 我就是好奇想看看你们这个神秘的组织 看看吧 喂 找谁 找谁 你不认识我打个屁电话 江汉二号 五号 八号 出发 以码头为原刑 相隔三十度逼近 方胡 你们分四路 从岸上报仗 什么 闪 气货走远 货不要了 赶把他们走 跑 不要了 兄弟们快跑 跑 跑 货不用了 快跑 快跑 这会儿人惊了 这会儿人惊了 登船检查 出发 快跑 快点 登上 快点快点 快点 快点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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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